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 洛亚采访报道 中国多家金电关门民众寄存4亿元黄金没了 中国国企山东黄金 央企中国黄金的数家加盟店突然人去电空 顾客被托管的黄金随店铺一同消失 累计损失超过4亿元人民币 求偿无门 分析认为 在中国经济下滑之际 经济泡沫被挤破 连近期热门的黄金企业也爆雷了 财联社26日报道 连日来 累计有十余位受害向南京记者透露 北京双井富丽广场的中国黄金概念店 贵友大厦山东黄金等门店闭店跑路 自己存在店里的黄金无法赎回 累计损失超过4亿元 中国黄金一门店突然关店卷走 黄金价值超5000万 近日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关店跑路的消息疯传 目前 涉事门店已关店失联 消费者维权无门 将矛头指向了品牌方中国黄金 消费者爆料 北京朝阳区双井富丽广场的中国黄金 北京概念店倒闭了 此前在该店无优预定的黄金也无法提取 受害人表示 截至2024年1月 维权群里做了一次统计 群里40个人的时候 无法提取的黄金大概是60公斤 很多人在这里寄存黄金 是因为商家承诺每400克黄金一年返现10克的寄存利息 据新黄河客户端报道 距近50个消费者组成的维权群群有估计 他们所托管的黄金数额或超5000万元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 中国黄金不是一个普通公司 有四个上市公司 但是最重要的 它是政府的派出机构 前称是中国国家黄金管理局 很多人就是冲着国企央起来的 但是中国黄金方面称 总部不允许加盟店开展托管业务 公司愿意报警协助调查 并与加盟店方面沟通赔偿 但不愿意直接承担赔偿 加盟店破产民众受损失 中国黄金不负责任 这家中国黄金概念店背后的公司主体 为北京三鼎元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据天眼查APP显示 三鼎元成立于2010年12月 注册资本300万 法定代表人为林建宝 杨玉荣为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在股权关系上 与中国黄金并无任何关联 只是一家加盟中国黄金的私营企业 今年3月 受害者曾女士 本打算办理黄金托管的续签业务 但和中国黄金概念店工作人员微信聊天时 工作人员告诉曾女士 我们公司倒闭了 你去派出所报案吧 加盟的 没跑就是破产了 中国黄金2022年年报显示 它共有3642家门店 其中直营门店位105家 其余3537家为加盟门店 占比约为97.1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目前三鼎原负责人已遭积压 报道质疑 难道仅凭一去加盟店 中国黄金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吗 中国黄金是央企 是中国最大管理黄金的国家机构 李恒青说 他不能骗人吧 结果这回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当时看的时候 真是震惊 确实太恐怖了 网友热议 京电也跑路 还能信什么呀 中国黄金必须担责 买的时候认的就是中国黄金 谁还去辨别什么加盟店概念店啊 认的就是中国黄金 作为国企的牌子和公信力 山东黄金的北京六门店全关门 是按金额高达4亿元 财联社说 不只是中国黄金 山东黄金的消费者 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山东黄金加盟店案 涉及门店更多 金额也更大 山东黄金 是山东省的重点国企 据受害者程女士 对兰京记者透露 山东黄金在北京的六个门店 全部关门 原来的贵友大厦店 如今已经换成了中国黄金门面 北京城乡华帽商场 原来山东黄金柜台 也已改成别的品牌 程女士本人2021年10月 在北京山东黄金贵友大厦店 购买的投资金条 金条客重为630克 折合人民币 221,558.72元 签订寄存时间为一年 当时业务员说 那么多金条放家里不安全 放他们那里一年后来取 如果金价涨了 按涨的价格给我们 但谁能料到 等2022年我去取的时候 门店已经关了 钱也取不出来了 在程女士所知道的受害者中 最多有投资1000万 没拿回来的 据她透露 目前海淀经侦统计涉案金额 高达4亿元 根据程女士提供的金条订购合约 可以看到 收款主体为北京紫金珠宝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山东黄金国内最大的代理商 北京地区的金元贵友大厦 华贸商商 封兰国际购物中心等 多家山东黄金专柜 均隶属于该公司旗下 目前紫金珠宝处于经营异常 被执行人 限制高消费 股权冻结等多种异常状态 蓝经记者致电山东黄金方面 对方工作人员表示 北京贵友大厦门店是加盟店 山东黄金是不允许加盟店 开展这类托管黄金的业务的 目前在直营店没有这种业务 对方还称 此时当地部门已经立案 我们品牌方也是受害者 我们也受到了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泡沫破了企业贫爆雷 李恒青表示 中国黄金和山东黄金 都是央企或国企 中国黄金更是中央政府的监管机构 但是却想尽办法牟利 发展加盟店等敛财 然后出事了就推诿责任 害惨了顾客 也让政府信誉扫地 近期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 房地产业萧条 内需不振 外资撤离 失业率高企 股市低迷 人民币在贬值 大陆出现黄金热 大陆独立经济学家拱胜利 对大纪元说 黄金是储备货币的一种形式 万一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比如发生了重大灾害事故 或一些其他灾难性事情 就可以用黄金直接兑美元 就抵押黄金 可以使用现货美元 现货国际货币 储备黄金 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吧 大陆白领李女士 对大纪元披露 最近金价上涨后 后面新闻是越来越多 跑路的 卖假货的都有 金店关门的也很多 近年来的金店 关了两种 一种是自己职业 一种是加盟 之前关的 基本上是自己职业的 现在多数都是加盟的 她认为 金店跑路是被低估的 大家现在知道 理财性产品是有风险的 所以人家不敢买 大家会有预知 特别老年人宁可存银行 因为宝本吧 但是黄金这一块 其实大家不知道 这个风险项 就是原来拿着黄金 也可以跑路 李恒青说 就是经济不好 原来编织的那些神话 那些商业模式 其实都是有诈骗因素的 最后现在泡沫破了 泡沫一破水落石出 水降下去了 这些不行的企业 就全出来了 爆雷了 这回金融危机 金融系统的金融危机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后续滚动的 爆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爆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她认为 黄金企业都爆雷 后续会有很大的连锁反应 为倒塌的中国经济 加上一根稻草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粒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粒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 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粒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粒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粒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粒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